我兒子死了 他的死子 為了救毫無學人怪死的妻子 眼睜睜看著親兒子 穿墨水地 藏送性命 周總好夫妻啊 五十大壽 大兒子就獲得全球有路比賽第一 直接保送了哈佛的研究生 小雨雖是妻子 但是教導有方 兄弟倆個相扶相承 真是讓人羨慕 孩子們清楚於是 我們老周家的祖母一輩 真是贏 我們老周家 後繼又人了 來 喝一杯 什麼都給親兒子 那我兒子算什麼 說好的一碗水當粉 哥 女朋友這麼厲害的話 教教我唄 教你啊 好 這樣 給你 小雨 小雨老鳳 小雨不會擁有 為什麼 用我全家 你 你 小羽小羽 小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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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給爸爸 小羽 爸 把手給爸爸 小羽 我的 老闆 老闆 丢我 送送去医院 送送去医院 外交 丁省一大把手 小心 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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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送去医院 外交 给小丁大把手 小丁 小丁 怎么了 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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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潮水身体比较湿弱 再观察一下 老高 刚刚都要吓死我 信号涌里在 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 水灵 高高 小姨也在水里边 把他们出汤 你跟我去看看 老高 小姨他是游泳运动员 他技术那么好 肯定早都回家了 可是 你看 两个手机报信都没有 我还是不放心 我回去看看 老高 小姨肯定没事的 要是有事的话 管家早都来电话了 你就别瞎担心了 放弃 小姨现在还没醒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 让他 你就留下来看见他 你放心 不会让他那儿子出事的 让你走 上来 打算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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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一定要 把我的儿子 离开 我希望你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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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飞起来 速达 小语救了小语 小语辛苦了 小语 小语 小语你醒了 你爸马上就来了 你醒醒了 你别丢下妈一个人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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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救救你了 我救救你 这救救我儿子的老婆救救你了 家属接爱啊 你不许 我救救你了 我救救你了 你救你了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你救救你 我救死你了 小语 小语 我救你了 小语 小姨 啊啊小姨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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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面的床不是什么啊 都应该上头儿子久以休息了 周振川 周振川 苏兰你怎么来医院了 哦有心了啊 哈哈小姨没事了 哦对了小姨怎么样 这女人 周振川 小姨活蹦乱跳的 这就是你说的情况进行 这 当时小雨都已经晕了 这还不够紧急啊 紧急 那你为什么只救急小姨 而不救小姨呢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不救小姨 那他也行 王王你快来呀 小姨出了好多好多东西 好了好了来了 行了说了 我承认 胡适的小姨 这样 我陪小雨做完检查 我就去看小姨 等你等 小姨你已经等不到了 你就好好的养着你尽死吧 这些年老子贵的他周一穿 还是贵的他在吃 不要贵的很优秀吗 小雨从小就没有父亲 我都陪陪他怎么了 那按照你的意思 小义作为你的亲生儿子就活该被虎事 王素兰 我就得晚一点去看小义 不至于吗 周振冲 当年你从村里出去打拼 我们娘俩配着你吃了多少苦 你说你以后有钱了 你一定好好补偿我们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干的是什么事 你出轨不说 你还尚赶着就伺候别人的儿子 自己的亲生儿子死活不宽不宫 我俩跟你提供是对的 小义就不跟你一样胡交蛮缠 对 小义不会胡交蛮缠 你放心 小义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你的眼了 你什么意思 他这妹子都不会再爱你的眼了 你什么意思 莫义啊 小义 莫义 当时一哥带我跳水玩耍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出意外 你就别让一哥跟爸爸置气了 什么 他明知道你不会游泳 还带你去跳水 他按的这是什么心 小义你说小书 是小义带你去水里的 我跟一哥是好兄弟 我不会想他任何东西的 要怪 就怪我把爸爸霸占了 你 一哥把我推下水 是我活该 你们再干五名小义你自己的 够大王苏兰 我把儿子交给你 你对被他养成这副耐毒心肠吗 你让朱义会要好发现发现 哈哈 周振川 你就因为外人的一句话 就怀疑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除非他亲自来跟小义道歉 否则不许他没有他这个儿子 恐怕他现在已经没翻过了 什么话 好 我不给小义这钱啊 小义就是小雨就算是交融不过了 这样 这点钱你拿着给他买点肥皮 你不要了 你不要了 这点钱也救不了小义的命 这 这是什么话 三番五次给脸不要脸是吧 好 好 莫子兰 这样行不行 我明天一定 我一定回去看看 好好陪他一起 只有我跟他的亲自时光 行不行 好 那你记住明天一定来看小义 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些那个缺失的父爱 大姨真可怜 而且18岁就没了 白犯人送黑犯人了 小义 小义 这臭小子 周家中传的月片说丢就丢啊 自己做错的事情 还对我这个父亲省愿 老高 你别生气了 明天啊 正好是小义出院的日子 咱们去给他买两套新衣服 去去会计 可是我答应苏来了 明天过去看小义 老高 小义来这医院走这一遭 都是因为他 你哪天去不行 非要赶小义明天出院去 好了好了 这样明天我下辈小义出院买衣服 然后再去看臭小子 这还差不多老公这个就先给你了 好 走 那我休息 来 爸能成为你儿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 傻小子 爸爸 我喜欢这边 不是的 又说了 小义 这件衣服 都给得上爸爸几个月的公司了 太贵了 要不然 爸爸给小义买吧 不用给我买 我有衣服穿的呢 等我长大后给爸爸买一件衣服 注意这小子 从小就那么深 小义 学的怎么样了 时间差不多 我们该去看哥哥了 爸 你看 我这件怎么样 这个是我儿子的样貌 身高 我想买一些适合他的衣服 您这边请 好 这些都是我们这儿卖的最好的款式 如果你儿子能亲自来试的话 我儿子他来不了了 现在的年轻人啊 旧式宅 不愿意陪妈妈逛街 我买来烧给他 妈 就怕自己的孩子在下面穿不暖 希望我的儿子 下辈子可以幸福美满 有一个爱他的爸爸 爸 你看 我这件 怎么样 不行 一二二一 哎妈那一件 老婆 小五死里逃生 今天就不能好好陪着他吗 非要惯着那对很自然 对 今天拿着开心 好好陪陪咱儿子 小姨得出小子 创了货也不主动来道歉 难道还让我这个老子去哄他吗 来 你买上 爸给你买的 谢谢爸 催什么催啊 工作耽误了 在路上呢 是吗 我怎么看你们一家三口买得正欢呢 这就是你说 工作耽误了 你就是这样欺骗小义的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小玉刚经历了生死 我带她睡觉散散心 免得沾染了医院的死期 小姨那边吗 滑点去也不迟 沾染死期 你承诺给小姨买的衣服 穿在了她的身上 你发誓说给小姨幸福的家庭兑现给了别人 最后还要避之不及 这就是小姨应得的下场吗 祖兰 你别闹了好不好 小姨差一点重成大错 我作为父亲 替她买点东西 送给弟弟作为补偿 我有错吗 补偿 小姨都已经把命补偿进去了 你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小姨根本就不想你这个夫妻 你不配 如果因为晚回去了一会儿 就说这种气话 还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那以后我们周家的一分一分 都别想要了 不是早晚的问题 而是你根本就不愿意花时间 在小姨身上 周振川 你还真是辜负了小姨对你的爱 你没有资格给她当爸 王苏拉 你觉得你说的不一点过分吗 你看人家小语 从来不会马上不讲理 再看看人家秀琴 比你删件人家多了 既然不懂得感恩 就别吃我的穿我的 小语 这都给你了 周振川 哎呀 周振川 周振川 哎 对 啊 你的七尊骨肉落水的时候 你在关心着别人 他在受苦受难的时候 你还在关心着别人 从今以后 你就只有他一位 公子 再也没有小姨了 你满意了吧 这 你真是不可理 哎 阿姨也是命苦 儿子死了 还买了好多衣服 要烧给他 只是 这人都没了 等等 你刚刚说谁儿子死了 就刚刚出去的那个阿姨 他儿子看着挺高个 起码有一米八 还特别喜欢穿红色衣服 你一直走 哦 小姨也只能不到了 你就好好的养着你这次吧 你放心 小姨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你的一眼了 什么意思 啊 不用 这点起来也救不了小姨的命 从今以后他也没有小姨了 你满意了吧 把手没办法 小姨老公去这小姨小姨陪你吧 脱 小姨医院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哎 这照片 阿姨 您的照片 您刚刚选的衣服 我一会儿给您送到家里 好 谢谢你啊 喂 哥 小姨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真是的 我胡思拉想什么呢 如果那天小姨出事了 管家都给我打电话了 喂 苏兰 哎 行了 我刚刚说话有点重 你也别介意 我给小姨买了两套衣服 明天我给她送过去 顺便好好陪陪她 不用了 小姨没时间了 再说 小姨也用不着你这点尸首 你还是好好地陪着你的妻子吧 小姨不需要你来管 苏兰 你就别太倔了 父亲爱孩子 怎么可能叫施舍呢 明天我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 脸秀三天 好好陪陪她 终究是两父子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好 三天后上午十点 登云路四十八号 你带着你的衣服 亲自交给小姨吧 周振川 千万别辜负了小姨对你的爱 老公 还有三天就是小雨生日了 我们好好为她庆祝一下好不好 这好 去登云路的香满楼办 到时候让小姨过来 给你赔礼道歉 兄弟嘛 对不对 哪有隔夜丑啊 以后你们兄弟好好的 知道了 走 买衣服去 好 里边行 里边行 辛苦辛苦 帮你帮你啊 中午多喝几杯啊 来 里边行 里边行 真的是好久不见 辛苦辛苦 来来来 里边行 里边行 好 秀赢 你帮忙照顾一下客人 给小雨准备的礼物到了 我去请一下 给她一个惊喜 好 儿子啊 你小时候最怕孤独了 妈今天 给你把所有亲人都叫来了 妈就是希望你 能早的分的开心 马上就开始了 苏兰不是说 已经通知孩子他爸了 怎么还未来呀 小雨也是苦命 两个孩子落水 他爸就只拉个妻子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他总该来了吧 有了后马 没了亲子 天地下来的 这么负责任的父亲 你少说两句 即使快到了 该准备葬礼事了 苏兰 咱再等等 或许他一直要来的路上 有什么事耽误了 要不你再给他打个电话 谁也不用再多说了 他若是心里有小意 他自然会来 如果他失言 那他这辈子都不配再见到小雨 哎快快见肯定是他爸打的 我就说嘛 哪有当爸的参加上了一个 喂 苏兰 你跟小雨说一声 我晚点去看他 哎 苏兰 你跟小雨说一声 我晚点去看他 我在江满楼给小雨办个生日宴 哦对了 就在这附近 你让小雨过来一起庆祝吧 你懒得我 两边跑了 周振川 你答应今天回来看小雨 你为什么一二三再三的欺骗呢 我怎么欺骗小雨了 我是晚点去 又不是不去 我给小雨买了新衣服 如果你不想小雨过来庆祝的话 那我结束这给送过去 小雨是不会去的 周振川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来的话 你这辈子就别想再见到小雨了 我是他爸 我小家就能见 我说你怎么当妈的呀 人家秀宴天天关心小雨 就怕小雨的存在 让小雨觉得被抢了爸爸 让小雨在小雨面前不要喊我爸爸 你再喊喊你 这小雨过个生日 又不让小雨来 真是 你把电话给小雨 我跟她说 爸 小雨 这辈子都不会再接你的电话了 你 就没见过这么不假道理的 童童怎么跟他结婚 走 去登月楼四十八号 周董 您去兵馆做什么 闭卦 兄弟以后 再也没有小雨了 千万别辜负了小雨对你的爱 小雨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你的电话 再也不会爱你的眼了 我同学的 快 快 快 你去 儿子 你从小就是妈妈的骄傲 啊 发誓的 你为了给妈住气 你有多辛苦 你有多努力 小雨我的儿子 啊 啊 你在下面 你一定要好好的 一定要好好的 这弟也太绝情了 连孩子最后一面都不肯见了 他周震川真是上进天梁 儿子继续他不来 却大张旗鼓的给他个继续 素兰 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这是绑 爷他们绑过来 让他参加孩子的葬礼 不用了 不用了哥 几时到 葬礼开始吧 各位来宾 请 告别仪式正式开始 请全体肃力 让我们向逝者 默挨三分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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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小语的 这是给小语的礼物 没办法给她 我给你去小语那儿待会儿 这川啊 今天可是小语的生日夜啊 那你要是走了 小语可怎么办呀 那小一明明好端端的待在家里 是不是蓝姐又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了 那怎么总是为难我们娘俩呀 啊 好了 儿子挡着你 好 爸 小语 生日快乐 妈 爸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那时候我们之间很陌生 但是在之后的日子 我发现你带我像亲儿子一样 给了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切 这份恩我永远记在心里 但从小到大 你一直忙于工作 我觉得你的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而我和妈 将是你最有力的后盾 而我 也是你最有力的依靠 好儿子 来 让我们向侍者做最后的道别 愿侍者安息一路走好 谢谢大家 我儿子以后就靠各位关照了 大家一起举杯 一体告别仪式结束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到来 你听说了吗 这周总的亲儿子死了 他居然还能跟他没事儿人一样 在这儿给祭子安生日夜 简直丧尽天灵 你刚才说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我也是听说 你亲儿子今天虎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招呼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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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的 是我的 小语 小语 老公听听小语小语快认了 这不是真的 小语 妈妈的宝贝 呀 妈妈希望你来世可以修复快乐 健康长生不服务的儿子 我的儿子 苏兰 苏兰告诉我 告诉我 你不是小叶 苏兰 你告诉我 不是我们的儿子小叶 苏兰你告诉我 让我看一眼 让我看最后一眼 看一眼 苏兰 我求求你了 让我看一眼 苏兰 师父开车 苏兰 苏兰 让我看一眼 小叶 让我看一眼 小叶 苏兰 苏兰 让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看 苏兰 让我看一眼 小叶 小叶 苏兰 我再看一眼 师父妈 你开车 苏兰 你 赵苏兰 我还 苏兰 苏兰 已经回不来了 我的儿啊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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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小姨 爸爸对不起你 我的儿子 小姨 我的儿子 小姨 我的儿子 小姨 我要让你们为小姨的不幸 血债血偿 小姨 都这么多年了 就别再和爸见了 快二十年不和娘家联系了 有你这样做娘是吗 当初就该替你和爸的 不嫁给那个复兴汉 你得说什么也完了 小义也不在了 回娘家做吧 你放心 哥在这儿了 哥把集团做大做强 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小义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这荣华富贵 全是地位 对我有什么用啊 苏兰 你要这么做起来 才能为小义报仇啊 我调查了别墅的监控 是被他个影响 这小义去世的第二天 这宝燕的名额 就落到了方小雨的头上 这里面啊 必有蹊跷 敢谋害我的儿子 他们一定要付出 应有的代价 这宝宋的名额 绝不允许他们玷污 欢迎大家来到我儿宫生 宝宋延经是到哈佛大学的小学院 可惜天度应财 我听说周应突然忍就没了 周夫人正在做主放弃名额 落到了第二名的方小雨上 要不说啊 还是周总教子有方啊 小儿子也是人中浓缝 以后在哈佛大学进修 肯定大有作为啊 都是孩子自己努力 做父亲的呢 希望孩子之后都有个好前程 妈妈的好儿子 来小雨 去把你的录取 专注拿过来 给大家好好看 今日小雨 保送哈佛大学 我代表我儿周易 前来送上后礼 小雨 这次你猜怎么样了 你把眼逼着 爸 你看 我又拿了个第一 是这个 有远远远远远远 我一定好好努力 好好孝敬老爸 爸爸的好儿子 苏 苏 让我家儿子最后一点 我 不配 我只有小一这么一个形式儿子 我是他爸 你还知道你是小一的父亲 苏 啊 小姨都已经走 你就让我走的最后一程 周振川 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 你宁可缺席自己亲儿子的藏 也不愿意 凑过你继子的生日宴 让我的儿子 孤独冰冷上路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小姨出现 后来把生日宴 兄弟自己忙不过来 他叫我一声爸爸我就有相应的责任 我也想跟你回去看小姨 但是我没有追上 小姨 不是爸爸便宜 是一个弟弟更需要爸爸 爸爸再回去晚了 爸爸对不起弟 爸爸给你道歉 苦毒不食子 放着自己的亲儿子不要 去给别人当爸 丧天良 季子的生日 难道比亲儿子的葬礼更重要吗 他让这样的地儿真是倒大别 不错 苏拉别听他们 不是这样的 你看小姨 小姨 小姨 难道放了 当天你就只救起来他王小姨 转头就走 看都不看我儿子一眼 就是因为这样 小姨没有多大歧视的救治 良知心吗 苏拉 不是这个 那天小姨的情况也很积极 小姨游有那么厉害 我根本不知道她会跌水而往 而且 而且我救人是没错的 没错的 生死有命 那小姨是自己挑的游泳之力的 跟我终于是个东西 就算你没有直接害死小姨 只要你有一点良心 哪怕 哪怕你吩咐人 回头照顾一眼小姨 他也不会因为长时间缺姚而丧命 为什么呀 为什么在前复兴的手眼上 别人死的是我的爱 儿子死的那天 你就在医院 你竟然 还要逼迫一个死人来给你的好姬子道歉 不是的 苏拉不是的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你误会我的意思 但凡你对小姨有一点点伤心 小姨都不会死 就是你这个后父亲 一死死的造成我儿子的救命 苏拉 我希望你告诉小姨都误在那 我想去看看他 我想告诉他 爸爸是爱他的 你不配点心意啊 儿子啊 你总说你爸爸是个大英雄 你从小就努力上进 就是要成为像你爸爸一样的人 可是你爸爸呢 在你最需要发的时候 真是要欠了你 不是的苏拉不是的 我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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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最后一场 小姨春 你不情不阿姨 你贱死狠不救 你害死了我的儿子 欣灵 今天是我儿子的好日子 我跟你说你不要 我 蓝姨你 是你们一次次的阻止我儿子的父亲 让小姨得不到救治 连父亲最后一命都没有钱的 今天 我就让你们这些害死我儿子的人 你嘖嘖的给我忏悔 哎哎 给我抓 哎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 你给我丑丑 你们踩着她的尸腿 搏走她的荣耀 听什么 蓝姐我真的没想到回神圈呀 这个世界 跟这穿和小姨的小姨的小姨的小姨 小姨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我的错 而且你要是想发泄的话 就没有我吧 你打我吧 我的错 我愿意 我都愿 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动手打你啊 啊 你说小姨落水是意外 可是你们这对黑心无子 污蔑我的小姨 最无可受 大苏涵 小姨已经死了 我们都很心痛 这正是因为小姨细数与症 引小雨下水 自己酿上的苦果 跟小姨维子有什么关系 你在这儿凭他无辜的愿望人 不觉得很过分吗 我这样 你还在维护他们无辞 我 想护着你的记子 再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方小雨人品不端 泯灭两只 不配获得保重直升名额 够了 老素兰 小雨已经死了 我也很心痛 但是你在这儿平衡无故的针对小雨 有意思吗 爸 你信我 我是对的 小雨今天所合作的一切 是他光明正大努力争取来的 绝不允许你 污蔑他 污蔑我儿子的名声 污蔑周家的声誉 就已经死了 是他也叫雨下的水 把他的名额让给弟弟 这不应该吗 我儿子没做过的事 我这个当妈的 绝不认识别人平白无故怨了 我今天来 就是要为我儿子证明 蓝姐 我知道你有什么气你冲我来 那不要怯怒小雨 没有证据的事 咱可不能乱说 我阿姨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这个宝座名额关过我的前途大事 你不能像以前一样 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你不能随便污蔑我 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运灭 我可是找到了当天的证据 等着看真相大白吧 老公别看 老公别看 你们以为把金控弄坏了就万事打击了 可惜呀 不老天偏偏不认识 我一个一个的问 终于找到了 当天来家里其他B客的收集录像 小月 你跟我说 这是真的吗 不是哥哥害你的 怎么是真的 这是误会 真的 明明是你哥哥救了你 你为什么要是你哥哥害你下水 你让我对你哥哥误会之深的 为什么 为的就是这哈佛大学研究生的保送名额 为的就是你周家财产真点漫漫 我不是我没有 我不贪图这些名额 我只是害怕把你责怪我 我怕你的目光永远停留在 停留在一刻身上 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吧 老公 是啊 小月他就是无心知识 小月以外其实 小月的第二人就才轮到他直接保送的 我们也是为了让中家货都要死我老公 我发生 我说是小月没有意外的话 小月根本能活生的 老公 小月根本能活生的 真是恶心啊 连自己哥哥都要陷害 保送哈佛真是 看咱们啊 下次离他们远点 免得以后不知道该是谁被陷害 这不是真的 这没有 这都是假的 这只是你能惩罚我儿子第一 我儿子是 你爹 你爹 皇上 小月 妈 妈 你不是跟我收购吗 只要我掉到水里 给他教解他一顿 让他吃一个哑妈亏 这样爸爸就会补偿关心我 密子 你在说什么 你居然故意涉取 掀开你哥哥 密子 你在说什么 不是 爸 你给我解释吧 这不是真的 小月 你明明知道 你哥哥会求你 你明明知道我都护着你 关心你 所以说你敢落实 哥小月 我儿子呢 他一个人在这心里面不可怜吗 小月老师真的是意外 意外 我真的是事事惊喜你们 结果呢 我养护回话 引狼入使人 让我跟我儿子 骨肉分离 谁人有哥 我没有 你们所有人都觉得哥哥很厉害 我只是想让你忽于我 我没有其他的错 是你 对 对 是你不去看他的 我们没有错 这是你自己的写的 天 词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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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听 给我听 小一 妈给你证明了 按理说 小一从小这么熟悉水性 这种意外 不应该发生 小一还有一些遗物留在周家 我要去拿回来 那些是我最后的念想 小一离开的真相 说不定在那个吃人的地方 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气 小一 小一 小一的东西呢 小一的东西 蓝姐 我知道你有什么气你冲我来 不要怯怒小语 没有证据的事咱可不能乱说 生死有命 那小语是自己交代于你吃旅的 跟我终于生死 凭什么我的儿子死了 成交你没一家三口啊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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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帮小语 我要帮帮小语 帮帮帮小语 帮帮小语 帮小语 汪小语 流inflank 王晓妮 我儿子的东西 当然是烧了 是什么 烧了 死人的东西留着也是晦气 不烧了留着暗眼吗 王晓妮 我儿子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连他留下最后的念想 你不要夺走 你不怕走天前吗你 天前 放肃兰 你还真的是蠢啊 原来只要我随随便便哭两句 你就轻飘飘的为我们的真爱着 可是现在周一死了 那个老不死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要我儿子回去好好的哄哄他 那周家的财产 我们照单全收 师叔 当年周正川出鬼离婚是你精心颠排的吗 我的小易 小易的死也是你故意涉及的 我表 gamma 我走 leurs搜是 真不小了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蓝姐 我知道小雨的事情你生气 可是小雨已经到起来 就连保送的名额也撤销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啊 你甚至还要 苏兰 我知道小姨死了你也赏心 但是你又不能跟疯子一样 要杀人啊 我也是被你们禀奉的 你们一个曲折是非 一个眼瞎心芒 就这车 这件事情我不会什么干净的 蓝姐 我只是希望你能理智一点 你有什么脾气你就冲我来 可是你这么私自闯入 就损坏了我们的全家福 你这可是非法入侵啊 非法入侵 周振川 你要不要给他们解释解释 谁非法入侵 我 这 这个房子 是我老公和我 花了几十年的鸡屎 给我儿子买的 我来我儿子的房子里 拿他的遗物 也叫非法入侵 还是说 让你们免费住了几年 就真当成是自己的东西了 好了苏兰 秀妮她不知道 行了 你也别打算机制了 但是今天你拿着这样的伤人 这是你不对啊 那我们要不要 找警察来评判评判 素素已经成功提醒 以诽谤罪起诉放张宇 我 我本来没想赶紧杀局 但是你们一家三口得寸进尺 你们要为你们造谣 做的错事 负法律责任 兰姐不行啊兰姐 你不能起诉小雨 你怎么能起诉小雨呢 他要是留安迪了的话 他前途可就都毁了呀兰姐啊 兰姨兰姨 兰姨 你怎么没有想到这凶浪远的后果呢 好了 素兰 秀妮跟小雨也已经道过歉了 也受到了英文的惩罚 你 你还是别斤斤计较了 斤斤计较 周震川 我们的儿子死了 你再跟我说 我在跟杀人凶手斤斤计较 你简直慌疼 好了素兰 你看在咱们 夫妻情分试念的份上 也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他呢 再说了 小义在展翅林 也不想看见爸爸 妻离子散吗 放过他 也可以 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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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就心疼了 我怎么还给太过分了 多过分 我儿子受的不是你的百倍 兼备 这就受不住啊 蓝颜 你放开我吗 哎 素兰 是让他们受一时之苦 还是牢狱之灾 全在你一眼之间 你真的要横省之劫吗 啊 你一杯 是你知三荡三 不知廉池 哎 第二次是你恩将仇报 无良教授儿子 别走黑白 第三岁是你伤天害理 漠视人命害死老婆的儿子 是什么 妈 妈 妈 放你了 素兰 来 我认错 我主动来 小月 嗯 哎 嗯 你 假设 什么 我 我 你 我 你 嗯 下一個下一個 蘇達差不多得了你去月消了 小姐他們母子身子骨弱萬一有個豪宅 那個確實 到底給我的兒子強命 我告訴你就是 你也是害死我兒子的罪人 你才敢多說一切廢話 我連你一起收拾 兒子媽給你出了這口惡氣 不過 只是這樣又怎麼夠 我要讓這些害你的人 身敗名裂 第一罪是你知三當三 天哪 怎麼會有這麼惡心的人 渣男小三 我進一次打一次 破壞別人家庭就算 還要害別人孩子 不得好死 那是騰龍企業的老總 大家抵制起來 再也不買他家東西 第一罪是你知三當三 不知就是 救命 你知三當三 因為我沒有人家庭 但我真的愛死 從未來的 你認真的 你認真的 我不會與你知三當三 不是 起訴 這叫什麼 我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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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兄弟们 你来啊喝一个 来来来起来起来 喝了屁呀 什么道理 我就说你喝死 你怎么这么开心 你这傻子什么的儿子啊 你都害陪你家的 救他 害人 害死人了还不懂得家 这我以来做人 保送 这种人也配 咱们还是留他远点 不知道下一次 对现在的人就不知道是谁了 不是我没有 我没有 让开 别走啊 别离我才是 真多容易的那一个 为什么现在才 才成了一个 人家唾弃的人啊 妈 为什么 哈哈 不好了周总 飘又下跌了 周总 咱们的事还没被抵制了 周总怎么办 那位神秘投资人要撤资了 咱们公司完了呀 瓦罗什么那些人 只会武士生非 不逢捉影 歪曲事实 孙兰啊 这次可能还是要你出面 帮忙澄清一下网络上那些谣言啊 谣言 周振传 你摸摸你的良心 网络上那些真的都是谣言吗 那分明就是你们伤天害理的事实 孙兰啊 你就看在我 哦不 看在我们儿子小丽的份上 把忙澄清一下嘛 就说那些是假的 要不然的吧 这次 周间 真的要完了 那不刚好 给我儿子陪葬 什么 是你 是你 是你传播的 王素兰啊 王素兰 我真的没看出来啊 你真的要把整个周家 给毁了才算干系吗 儿子走了 我也没有必要再对你认识 你先不忍 那你就别怪我无意 王素兰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是有自己家庭的 我不可能天下围着 那个死去的儿子转 如果你再要得算你耻的话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周总现在恐怕都自身难保了吧 你 老高啊 我跟小语没出现在他面前惹他不开心 他应该答应了吧 给脸不要脸 这事就是他闹头来的 什么 医生集团这么多年来一军突起 这回突然撤资 所有的企业都跟着走了 那个总裁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我们应该怎么发了 是我 先给他们点甜头 我要让他们彻底粉身碎骨 爸 爸 好消息 老连销的医生集团经理了 真的 真是 真的 根据他们经理那个消息公路 这次他们的撤资就是一个新商店的一位黄总 他们对于那边早上拉了一个新公司 一圣集团上个月刚投资了几千万不够腾龙公司滋润好久的了 这次喊大张旗鼓的社晚宴 看来这腾龙公司是要一举腾飞呀 王总可是个神秘人物 那上任以来能联系上他的人凤毛麟角 今天呀他为了周家就像亲自露面了 您这夫人可不一般啊 日后还望周总您以后多多提一些呀 一定要一定要 王总 什么是他 什么王总呀 或是我老公的前妻 仗着周家的名声才能进入这个地方 不是姓王的都跟王总是一家呀 他该不会是故意来破坏投资议会的吧 你来干什么 我跟你说啊 今天晚上可不是你随意撒泡地唱出 说过你干什么乱的惹怒了王总 我也救不了你 蓝姐啊 今天能来到这里的 那都是上层人士 我知道你想攀附权为心切 早知道这样 那就让小雨给你多拿一个邀请函就好了 可惜呀 没有资格进入宴会的人 只能离开 今天这个宴会我还非参加 啊 啊 呦 哈哈 请请不知之法 呦 我 把这个破坏压不得让给我赶出去 你真要和我动这个手 苏兰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啊 哈哈 滑 欢迎 哈 小警察 你好 不愧是益胜集团的总经理 到哪里都是风流体操 我说呢 我结婚这么多年 我前妻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哪倒不清楚 就凭他 我有什么不为人质的尊贵身份啊 乔经理啊 咱们今天的投资金额 那可是数以万亿 居然有人私闯进来 想破坏咱们的投资 你看 是谁 胆敢如此思议忘文 乔经理啊 他没有邀请俺 就自以为是的来了 我们想请他走 他太强硬了 赶不走 王女士 他根本不需要邀请 这位就是我们益生集团的无上贵宾 这怎么可能 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 怎么可能跟微明赫赫的益生集团 拉上关系 小经理 你别说笑了 说笑 要不是看在小易的面子上 以你的水平和能耐 恐怕你这辈子都够不上益生集团的投资资格 小易 小易 怎么回事 本以为医生集团看中了方小雨的能力 现在看来似乎是另一其余呢 这个周易啊 他从小在学校的时候就努力突出 老周对他也是赞不绝口 是啊 这个易姓少爷 以前可从没听说过这好人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为了就一个毫无血缘之心的小雨 弄丢了那么优秀 嫁如珍宝的亲儿子小易 爸 你别听他们乱说 周总的家事 其他有所尔问 幸好撤资及时才避免这一大笔损失 但 周家的公子能力出众 王总出于私人情感 还是给了这么一次机会 至于这次机会 你们能不能抓住 就看周总 您的选择了 小经理 我们一定慎重选择 这次投资不会再让王总亏损 对 我们王总只有一个要求 两个儿子 您 正在选择 这是两份断绝关系的协议 结果如何 就看周总 您的选择 小经理 这是我的家事 跟公司事务没有联系 这 王总怎么会提这种要求呢 王总的心思 我不敢传授 可能是想考察周总的决心 以及选择的判断力 您可考虑清楚了 这可是王总投资 唯一的要求 王总这人 还真是让他琢磨不透 身处高位 想看出好戏 这些人又有求于他们 他们只能照做呀 就是不知道这周总 会不会那么独觉古断 这儿子都能说不要就不要 等我长大后 给爸爸买一件衣服 周一 不管如何 周一 爸爸不会再抛弃你 周振川 我倒是要看看 在你心里 到底是亲儿子小义重要 还是别人重要 爸 你当初就是被这对母子哄骗 绝情抛弃了我的小义 如今你又会停心他们 抛弃他第二次吗 爸 这是你几十年的心血 您千万要三思啊 是啊老公 三思啊 小义是我的亲儿子 虽然我不知道苏兰 为什么会成为生意机场的规逼 那是我的选择 愈情愈利 都是最合适的 不行 但觉得关系我们就什么都没了 老公 世人如此 我们活着的人 还要继续生活呀 况且我之前压根没听说过 兰姐跟医生集团有任何交集 你想 她可能是个大人物吗 这肯定是 胡家虎卫的一些手段而已 那王总是什么人 怎么可能被她所迷惑呀 老公 是啊妈 医生集团的资助是最近才有的 要是因为哥哥的面子的话 哪能让您辛苦这么久 您不能因为心疼哥哥 就让集团里面所有的努力都毁于一袋呀 除非是亲爹嘛 不然哪个老板会放着眼前的利益不要 为了一个市区的人得罪咱们整个公司啊 老公 这件事情都是小雨的功劳 是他拉的投资 千万要三思啊老公 好了 周董 三分钟已到 是时候做出选择 你们准备对 好 那封信 我先看了 恭喜周总获得一生几两投资 恭喜周总获得一生几两投资 我儿子 保住了公司 你功不可没 爸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在以后证明自己的 我儿子 从小就懂事 现在又能帮到爸爸分忧 这一次 更是魏集团解决了一个这么大的魏集 老公 这次 你可要好好奖励小雨啊 那当然 看来这个方小雨 还真是有过人之处 连王总 都对他 轻言有加 在南省 他日他一定会带着周家 一飞冲天 周震川 没想到 在你心里 无论是继子还是利益 都比小雨重要 既然如此 我就不用别急 周总 这是投资合同 恭喜你获得一生几代的投资 金额 一块钱 一块钱 十块钱 不可能 这种地团的投资 都是千万七平 怎么可能只有一块钱 你们这是运动人 周总 我跟王总是爱子之 判重骨肉亲情 王总投资了金额 是根据您对爱子的情意来好 您说爱子分析 王总定会助你周家亲自 是 银若薄心果异 那么 这份合同 就意味着 小雨 小雨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这才知道 失去了你 就失去了一切 不可能 我哪里比不上五哥 都是你的儿子 为什么 为什么对我这么多偏见 兰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也不喜欢小雨 但是这件事情 事关周家的生死啊 你不能让这个乔经理 这么侮辱我们母子吧 王总呢 你让王总来 我不相信王总是这样的人 有些人不要太高看自己了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遵照王总的意思 人家一生集团 那么大个起因 王总也是日理万机 是你说叫来就能叫来的 既然你们不心虚的话 为什么不叫王总亲自来谈这个投资宴会呢 好 你执意如此 什么意思 我走 王总 他是王总 他怎么可能是王总 这事大方 腾龙公司周总前妻 居然是他们求见了大半个月的投资人 一生集团的新任总裁 真是讲了芝麻丢了西瓜 近年来 一生集团 我作为代表 出现在大众面前 签订各种合作事宜 现在我以一生集团经理的民意担保 他就是我们的总裁 货争驾驶 我回归家族 上任新总裁以来 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念在小易的面子上 我注资你腾龙 甚至在你周家生死攸关之际 拉了你一把 可是你们 却把我心肩上的儿子偷儿这场 争夺财产的掏地阴谋之中 让他刻然尝试 你们死不素心 周振串 在小易生死挣扎之际 你选择了你亲爱的祭祀 就算刚刚 你又抛弃了小易 你还有心吗 苏大 不是 我是这公司做的决策 这不是我那天想选的 我其实想选小易的 是 是他们 是他们误惑了我 是 小易 你这么善良 妈妈决定以你的名义 再追加一笔 一亿元的投资 苏大 我就知道你是 我将以周易的名义 向慈善基金捐赠一亿元 去帮着那些无辜的孩子们 我是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对不起小易 但是 请你看 我们曾经还是一家人的份上 搞定回事 放过我周振 好不好 蓝姐 小易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跟直川和小雨没有任何关系 蓝姐 周振也是小易那么多年的家呀 你真的忍心摧毁蓝姐 周振辰 自从离婚后 我儿子何曾在你周家有过一席之地 到处你们狠心伤害他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后悔呢 原来你们好不起眼的周家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可是如果你们能好好地对待我的小易 我还会扶持你方小雨 接管周家 可是你们偏要谋取这不义之财 是你们的贪婪和歹度 把我的儿子推下深渊 既然如此 我就亲手毁了 你们心心念念想要夺取的一切 让你们竹篮打出一场空 不是的 这 唐龙公司的一块钱 我会主资 但是仅限于此 你们敢行恶事 就别怪我狠心绝情 不明的周家 说了 话不要说得太难 龙腾 受了尽一多年的心血 小杨还动不下实处不易 不如我们抢抢联合 什么呀 周总不好了 有人对公司发动了金融攻击 咱们濒临破产啊 不 不会 你不要这么客气 小易那么善良 不想看到这一切的 我有什么好本心的 我不过是成全你们一家三个宝的幸福生活 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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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现在该怎么办 你不是我儿子 小月 都是你 要不是你们 我怎么可能不够分离 我怎么可能失去这一切 周春春 这么多年我几十 我对不起我 你 你知不知于没这件事就抛弃小鱼 啊 你能创办腾龙公司 你这么厉害 你肯定有办法的 对 对 你就证明不证 对对对 你也得分你的心血 跟你回去再来 妈 如果连爸都把我们抛弃的话 那我们就一无所有了呀 我们该怎么办 放心吧 你们父子这么多年 也建立了身后的感情 他已经没有了一个儿子 可能再不要第二个儿子 你看 肯定是你爸想到了晚舅公司的办法 这不就回来了吗 真川 是你的房子吗 啊 就纠战雀朝登堂入室 你真不要脸哪 赶紧拱 别别摸动手 我呸 小三个小野种 就该被扫地出门 干嘛 妈 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这是我家 妈 妈的电话一直打起来 无私微信 都估计已经不上了 那我们该不会 要回去拼命哭吗 不 妈妈绝对不会让你 再过药运人生 小艺的房子你们也评订 给我丢出去 蓝姐 蓝姐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蓝姐 是我 是我心肠歹毒 是我心肠歹毒 蓝姐 我求您高赛贵手 好吧 我给您当牛做马 我都愿意蓝姐 好啊 说说说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 给我当牛做马都愿意吗 那就当啊 蓝姐 你洗脚水袋好了 毒蛇收起了疗牙 往往只是忍辱负重 不断蚕食营养 妄图给人致命一击 不过我开始好奇了 你的假面到底还能带多久 有一种寄生虫啊 欣赴在人身上久了 就忘了自己曾经是从阴沟里爬出来的 你就觉得自己也是个人了 殊不知啊 她想抢夺的那点营养 都是人的施舍 人跟虫子可不一样 还是要有点知知知名的 你说对吗 蓝姐说的是 怎么这就受不住了 怎么这就受不住了 太烫了 我说过 我的洗脚水 常年都要保持在四十度 好我这就去 差老了 水太少了 水多了 不用了 一条狗 连咬尾巴讨好主人都不会 还妄想分享主人的肉汤啊 包子兰 你给我等着 蓝姐 蓝姐 你个死东西 真把自己当女王了 要不是为了你的钱 谁能这么伺候你 有了这个签名 你就乖乖的在我掌握之中 儿子死了 得了抑郁症 是多正常的一件事啊 蓝姐 你私子心切 随子自杀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你在干啥呢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蓝姐 蓝姐 我在外面听见 您睡觉不是特别踏实 我就想进来看看 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是吗 你不会 还想寄予我的东西 想尽一切办法 要夺走它吧 怎么可能啊 蓝姐 您能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 我都感激不尽了 怎么还敢寄予您的东西啊 是吗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蓝姐 真没有 您是不是没休息好呀 有可能 那我就继续睡了 好 睡吧 那我先出去了 还好想要的东西到手了 王苏兰 我会让你知道 谁才是老大 不急 我会让你们一个个明白 谁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谁才是掌握圣杀大权的屠夫 王苏兰 只要你有一点点不欣赏 那如今发生的一切 就都只是你死了儿子的幻想 我们一家三口的清白 也终于可以吸进了 你所仰仗的一生集团 会交在一个精神病手里 你如今的成就 也只会成为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电脚室 原来是这个毛蒜 可惜啊 你的算盘打错了 立刻叫上所有人 一分钟内到一楼厨房 开戏 兰姐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迎接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啊 我得看看你 为了想除掉我 是多么的煞费苦心 我没有兰姐 你不能冤枉人啊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脚手 你不能冤枉人啊 兰姐 我是看你最近食欲不好 才特意给你研究的条料 我没有要塞你的意思 你不能冤枉我 怎么会 我明明看见 兰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我也做不出来这种残害人命的事情啊 我特别感谢你能收留我和小雨 但是你可不能冤枉我 兰姐 我知道小雨去世的事情让你心里很不舒服 但是你也要注意身体啊 不重心 因为情绪影响 你都出现幻觉了 王总确实心情大变 听说他以前很温柔的客家 可如今却变了 上次 没得说不了 王总来了 但是受刺激生病了 兰姐 我明天早上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身体重要啊 行了 你说我出现了幻觉是吧 那你把这碗鸡汤喝了 我就信你了 兰姐 你见他我的心意不了解 你就真的这么不相信我吗 怎么 不敢了 你现在啊 有两个选择 要么你就把这碗鸡汤喝了 要么呢 我就把它倒在你的脸上 只不过啊 你这张勾人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可就不知道了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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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姐我喝 喝啊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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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你能相信我了吧 你怎么会这样呢 我 我我刚 我刚才看见来啊 我刚才看见了呀 那是我误会你了 不管你做的是什么 再有下一次 这些恶物 都会报复在你儿子方小雨身上 小雨 妈妈为你解决好了一切 从今天过后 你还是没有准备的小舍 我来看妈妈 我来想留着你那边 可你不识 居然敢用小雨威胁我 你就不告你心狠手了 事到如今 只有先下手为前 毒蛇终于忍不住要伤人了 你们制造意外 想我让胃 那我也会用同样的手段 一一奉还 下车 我来开 蓝姐 还是我来吧 怎么让你开 我说的话就是规矩 还是你想让我现在 对你们母子都不理解 你真不理解 下来 蓝姐 这不是我们要去的路 不知道 蓝姐你要干嘛 我还知道抑郁症是新生病的一种 是新生病傻与 可不犯法 蓝姐蓝姐 儿子快躲开 小饼骨头发小鱼 儿子 你没事吧 啊 我说秀妍啊 你这保姆做的不行 也就算了 你这司机当的也不够专业啊 这车让人动过手脚 看不出来吗 还好我及时停下了 否则 你这个亲妈 要是不小心害死了儿子 那就可悲了 你是故意的 你这是杀人被碎啊你 是吗 我杀人被碎啊 那我们要不要找警察来评探评探 我好心养了两条狗 没想到 这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那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这个主人狠心 把你们扫地出门了 小姨 这段时间 方九云被扣在家里 妈暗中展开调查 真相 就要浮出睡眠了 喂老公 你终于接电话了 怎么办啊 你们被赶出来了 我现在就已经似乎不暇了 你们不能自己想想办法吗 这一切 他没有赚钱过 我的儿子 养老区 我的失忆 我的家庭 真有 这有什么事局 妈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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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什么 小姨 回来就好 你知道 你知道他我还在想你吗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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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小姨 别走 小姨别走 爸爸小 爸爸好心痛啊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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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终于找到医院 爸 爸对不起你 这都是爸的包饮 修兰 我 我给小姨在家吃的 过来看看他 你都不愿意吧 周振传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 小姨对芝麻过敏 你这个当爸的 是一点都不知道啊 过敏 我 我看到小姨爱吃这个 我以为小姨爱吃 小姨 对不起你 爸下次给你带起她的 不必了 你的这份爱 我的小姨无福消瘦 你还是留给你最爱的小雨吧 苏兰 我的公司已经濒临破产了 秀一目色要让你赶出家门 我们都到了这步天地了 你也该消消气 不好意思 我对害死我儿子的凶手 没有那么大度 苏兰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的肆意传播 我拉不到头子 秀一目的 她们也做成唾弃 你只是要害了她的一生啊 你不用站在道德的制高店 对我指指点点 我的小姨没了 我恨不得你们这些 害死她的人 都去给她陪葬 你以前那么温柔 善良 你现在怎么 怎么这么恶毒 这么冷血 你这是要存心 毁了这个家啊 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 我的小姨 她却只有十八岁 她死的时候 我的心也跟着死了 是我贵对小姨 是我守护了小姨 因为小姨从小那么优秀 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她是我们的骄傲 但是小姨 虽然不是我的亲生 但是从小跟我长大 我以为 我以为她比小姨更需要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姨 爸救命啊 快来救救妈 小姨 别做傻事 你下来 你先下来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停我下去 不不过去 不不过去 小姨 你别冲动 你先下来有什么事情 我们大家一起能解决的 对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 我迟到如今 我没有路可以走了 老公 你帮我找不好小姨 妈 小姨 你 妈 你别冲动啊妈 我离不开你 小姨 你要坏 就怪我们命不好 蓝姐 蓝姐 我知道错了 我给你当保姆当司机 我都无怨无悔 我不求你原谅 但我求你 小姨 我求你帮我 我儿子帮我 小姨 可以 想死就快点跳啊 别在这里装模作样的 博人眼球 黄苏拉 你说你这叫什么话呀 如果不是你仗是欺人 他们会逼到这一副吗 你对我 要打要骂都行 但是 现在是你管子 你能不能不要再咄咄逼人了 小姨 我咄咄逼人 那小姨呢 大家看 你们眼前的这个女人啊 蓄意勾引我的老公 破坏我的家庭 甚至在我儿子奄奄一息 垂死挣扎之际 引走了我的丈夫 害我的儿子沉没水底 让我们母子天然永恒 原来就是不要脸的小生 去死迷糊的 装什么可怜 害死原配孩子 要是赶紧死 听到了没有 你不是想死吗 现在没有人拦着你了 怎么了 不敢跳了 给我送来 你这么怠毒 你不要毕竖人命 太甘心 是不是 老公 谢谢你的照顾 我们下辈子再见 老公 谢谢你的照顾 我们下辈子再见 徐一 妈 妈 妈 没事 妈 没事 你没事吧妈 我可以 妈 妈对不起 我不该喝哥哥的生气的 对不起 是我的错 对不起妈 小语 对不起妈 小语 好了好了好了 小语 小语 小语就看你 东西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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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小语 快 中医院 你这家长当 怎么照顾孩子 前段时间刚呛了水 现在又受惊吓 这段时间就好好养着吧 这段时间就好好养着吧 别再受刺激 小语 是妈没有本事 你跑这么远就不行了 你住院安全你 你不能小点声让我儿子休息呢 你吵什么吵 这要为你家 想亲近到你豪华个人病房去 一群 你自己要 是不是 是 是 祕阳 你不太 不要 我 你不太 做嘛 我 孃 你不太 充分了 你不太 没差 以前咱们周太太那可是日理万机的 越都越不出来 今天怎么想起来约我们出来 真是太阳 西边出来了吧 前段时间真的是太不凑巧了 再说了咱们都是自家姐妹 就你心胸最宽广 肯定不会跟我计较那么多 严雪啊 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们家公司最近 听说他们家的慕斯蛋糕特别好吃 服务员 把你们家的招牌都来一份吗 周太太 你不会介意的吧 当然不会 叶雪啊 你看咱吃的这么开心 你是不是回去跟主婚商量商量 投资的事 哎秀妍我老公说我买了一个限量款的项链 我先回家了啊 那投资的事我也不清楚 让你老公直接找我老公聊啊 我先走了 平时都是巴掌我现在你敢跟我这么笑着 女士知性能用账单 不好意思您查理与阿比赛 小姨 你身间特别感兴趣的项链 妈妈今天准备上市了 你开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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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兰 哥 小姨他这么优秀这么善良 他到底犯了什么淘天大罪 要被人惊醒设计害死 我一定查明真相 他们会受到惩罚的 儿子 警察最后的话也证明了 妈妈就会让整件事情 真相大白 我曾不顾一切地往上爬 才坐到了这个傅太太的位置 我用血和泪换来的一切 不尽都化为平 就连一个成场面的包都因为余格不足被停车 那就是义生集团的总裁 今天新主发不贵 又能赚一大笔利润 王子 无愧是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才是真正的女强人 人生赢家呀 凭什么你受万人惊讶 我就要活在谷底 王苏兰 都怪你了 都怪你 不是你跟我抢的话 我至于从头末路 你儿子死就死 你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 王苏兰 要死我也要拿着你一起下的阴 我送来 就算是死我也要拉着你一起飞车 我要是有事的话 我现在找到小语 我现在找到小语 找到小语 喂 方女士 你儿子方小语的病房已产生前飞 目前病人情况建议在留院观察 请在二十四小时内补期飞用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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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老公你赶紧给我打点钱小语 钱钱钱 我哪里能那么多钱 我每天赔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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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 我都会被打赔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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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松鼻 这心里怎么样了 妈 我没事 没事就好 儿子 妈拿到了一起 太好了 爸的公司有救了 我们又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了 就是什么去了 他现在的公司 就是一个无底洞 他连我们这个家都不不免 我们凭什么要管他的手自作 妈 那我们 小雨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我们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趁那个老不死的还没回来 我们收拾好东西离开这里 去带你开心心 小雨去拿小米 周振川 这么多年 我梦梦也给你这么幸福的生意 是你欠我 别怪我 喂 陈夫人 你要找的女人 我知道她在你 小雨 我们努力往生产 就是为了自由和财富 不能让任何人拖累我们 他原来救救我们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不欠他 妈 难道你还想留在这里 跟着任何人打算 过去我们鼠头的时候吗 是 但是 我准备到了 不可疯 不不不 就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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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别人啊 你快吃 去 我 要 aan 你快吃 你快吃 大家都来看看呢 今日我特此来为夫纳妾 您小三进门了 夫人 你这做人了吧 我被无冤无仇素不相识 你凭什么打我 无冤无仇 看清楚了吗 昨天晚上 你跟我老公一夜春香 还需要我帮你好好回忆回忆吗 呸 这不是前段时间落得沸沸扬扬 害死原配孩子的那个小色吗 这是狗改不了吃死 现在老公破产就找上别人了 上次是原配不计较 结果儿子被害死了 这可是踩到盯上了 我还真该好好感谢 那个及时通知我的好心 耍的那个死渣男 趴着龙的姐 养别的女人 业情一百万 倒是要看看你 值不值这个数 住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业情一百万 倒是要看看你值不值这个数 住手 你干什么 住手 还是周总大方呀 我真是自愧不如 头顶都轻轻草原了 还这么心胸宽广 你什么意思 老公你别听这样读书啊 这一大夫睡了我男人 还打算卷钱带着儿子跑呢 想必你的钱也早已经被搜刮干净了 他可的都是真的 老公我也是没有办法老公我错了 我只是看你辛苦转轻药家 太辛苦了 我心疼你 所以 所以所以 这就是你说的帮我 哎妈 不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这是一纸心急错了错事情 不不你等我好不好 你等我 是啊爸 妈做了这么东西了 都是为了这个家呀 啊 真是好大 真是好大的提供啊 怎么方秀妍 还想像当初一样装作楚楚可怜 就让人原谅你所做的一切啊 方总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 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 客气什么 你我不过是同性的家人 就可怜人罢了 这是给你的屁 让你见笑了 我们走 王苏拉 是你 你为什么一直就是我的工作 你没有怀孕啊 这不是这种鼓励吗 公道自在柔心 我今天不是来电子里等你 我是来揭春 帮秀妍 故意杀人的事实 苏拉 我知道 他们母子是因为嫉妒 中昏了头脑 所以在故意落水 栽赏小医 你看他们 你看他们一个弱女子 一个从小没有爸爸的可怜孩子 他们的动机 远远没有不以杀人 那么严重 你看我们 各个生命狼藉 都已经到今天这步天地了 就不能抵消这次无心之师吗 无心之师 嗯 方秀妍 到底是我无端给你扣帽子 还是你本就心肠歹毒 你今天所受的罪 全部都是你咎由自取 既然你残害人命 你就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 你看似你那么可怜 可是谁又能想得到 你高明的杀人手段 就只下一颗酱糖药 据我所知 周嘉根本就没有人得过高血糖 而宴会前后当天 周嘉上上下下都没有过 医院就医的记录 而你方秀妍 却购买了一瓶酱糖药 请问这是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药 放在小义的杯子里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药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药 放在小义的杯子里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药 放在小义的杯子里 始终小义 小义从小就擅长 就算他在泳池里 又到了突发的状况 他也能自救 也有应对措施 所以小义到底为什么会吃 是到如今了 你还不想说出真相吗 你不说 我来说 你知道健康的人吃下酱糖药 会有抽筋 头晕 滴血糖的风险 所以呢 你故意让小义吃下酱糖药 导致小义在泳池里抽筋 接着 你又让你的方小义 故意落水 栽赃陷害小义 你知道我的小义很善良 看到弟弟落水了 他一定会去救的 最后 你又引走了周震川 我的小义 救治不及时 最后窒息而亡 我的小义到底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 让你这样费 你心死要害死他 以为他阻挡我们的路 到这么久 那 我 费尽心 真是不想再过 记忆一顿保一顿的日子了 都要永远确定 我要能随便的 而不是让人任意再割 你都滚出周家了 为什么还要来暗眼呢 你都滚出周家了 为什么还要来暗眼呢 都是你 老公 你这是蛇蝎心肠 不是他那些大夫 害死我的儿子 你闭嘴 你们都是我的镇边人 你们亲手害死我的儿子小义 老公 老公都是我的主意 跟小语没有任何关系 小语不知道 小语 没想害了哥哥的 都是我的错 老公都是我的错 是我教授的 都是我教授的 小语 但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小义不不顾吧 老公 都说我错了 我磕头我儿子 老公 看在我妈 在一起这么多年的情婚上 请你不能抱歉 啊 他还那么小 都不能成为没有帮忙的 过老公 爸 我求你 请帮我把他全言 周深川 世道无尽吗 你还想被杀死我们亲儿子凶手求情吗 你 罪有应得 小语 我妈不在 妈 给我追 我拿出来就跑了 小语 小语 如今真相大白了 你放心 证据我已经提交了 咱们回归疏而不漏 恶人 终将被省之以法 不漏 苏兰 你回来了 我屋里满在里 苏兰 准备好多东西 她比小语准备的 苏兰 苏兰们就出去吧 苏兰 苏兰 苏 苏兰 我知道错了 苏兰 我不知道 秀姨慕子竟然是那样的人 我承认 我深人不清 我心下眼盲 苏兰 我求求你了 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好好补偿 苏兰 我是小语的父亲 哪有父亲不爱你的儿子呢 小语生前 你这个父亲就像没有一样 现在跑过来献殷勤 好抵消灭修的愧疚感 这个世上没有那么美的好事 我 周振传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事情已经发生了 无论你怎么懊悔 儿子都回不来了 我没有对你赶尽杀绝 一举让你破产 我已经人之意尽了 但来你这儿子 还有最后一点 你就不要再打扰他最后的安宁了 我 爸 爸 对不起你去哪了 你不回家 我找你走了好久啊 爸 求求你舅舅妈妈吧 他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 这就有此去 还能改负法律责任 我又恨这不是 杀死我还是能保佑 爸 别叫我爸 我真见 你自己有儿子 那么优秀的儿子 那么温馨的家庭 都让你们给毁了 你在那边过得开心吗 妈挺好的 你不用惦记妈 妈给你报仇了 这些恩怨 我们都可以放下了 妈就希望你啊 能在那边过得开心 过得幸福 没用的 我绑得很紧 你逃不掉 方秀营 你想靠绑架我摆脱法律的罪责 那绝不可能 你现在的做法 就是罪上加罪不可饶恕 难道就不被你的儿子考虑考虑吗 告诉他 不是你把我逼到决定的 不服辱吗 我只有我这个妈妈了 他妈妈已经不要了 我一定要对他 我知道 但是就成了你的棋子 你现在放开我 我不会追究小雨的责任 完全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但是你一错再错 他一辈子能够活在 妈妈被自己杀人的眼影之下 你觉得一切都是厉害的 我花了十几年 多少中家地球人都多美 那是你为什么偏要变成什么狗屁王总啊 亲手毁掉我解析策划的一切吗 啊 那是你为什么偏要变成什么狗屁王总啊 亲手毁掉我解析策划的一切吗 啊 啊 姐 我吃你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只求你把你的时间 给我钱让我带着小雨一起走 就放了 好吧 好吧 那姐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粗食负责 我动摇不了法律的母亲 但我也不想饶住一个犯罪分子 让你骄扰法外 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 我也一定查试我儿子死亡之下 就算你起来 你早晚都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黄秀妍 走到今天这一路 我已经没有什么有意见了 这就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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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着激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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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 夏天 我也要拉着激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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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 别冲动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明明已经给你下了要 只要你一觉睡醒了 妈妈就能给你解决好一切 妈妈就会让你去新的城市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你快回去好不好 这当一切没有发生 你不能牵扯进来的宝贝 妈 对不起 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我不能再看着你拖下去了 不 小雨 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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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么多年我们摸爬滚打了 今天这么多事 难道我们的幸福就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吗 这有什么意义啊 我小雨 妈妈都是为了你啊 妈妈从小 教你你临上机 教你不被别人落下 那是只希望你这样才能当上周深集团的记者人 不被别人借她的脚下 但是 你却被注意处处啊 我只有帮你解决了这个绊脚事 只有我儿子开心 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小雨 你回去 我求你了 妈 我求你了 是啊 可 是让我嫉妒 我嫉妒她为什么厉害这么多 但是我也不想让她死呀 我不想当什么继承人 我也不想要什么财产 我想要你和我在一起好好的 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妈 咱们以前的时候 还没有钱 那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就觉得 我是最幸福的孩子 妈 你跟我一起走好吗 小雨 儿子 妈 以前你养我这么大 现在是我该拼搏照顾你的时候了 你这样 跟我回去自首 咱们检浅心房 以后咱们好好生活 好吗 小雨 妈 你这样 跟我回去自首 咱们检浅心房 以后咱们好好生活 好吗 妈 小雨 放下 你来干什么 你眼里只有你的亲生儿子 小雨倒是不顾爱救你 可是你心里只有你和你儿子 小雨 小雨 你这么多年 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我们是一家人 你是我老婆 我从小 把小雨 要到事如己出 但是 你却亲手杀了小雨 他是我儿子 你让我怎么面对宿的 怎么面对书的 怎么面对乔义的王魂 小雨 以后 我告诉我小雨 我找过我们的儿子 我才不会相信你 你的财产全都留给了你的亲生儿子 你都这样了 你还在这装什么装的你 估计你是不是早都想好了 怎么去播水小 我不相信你们任何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 不是这样的 你冷静 我只要你们恰恰忘记先一手 让我跟小雨一起走 钱不钱 我将在死 你不会让我儿子到死的 拿着你去死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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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你告诉我 结婚伤害人 需要负责 这次 我替哥哥保护了南姨 那是不是 给哥哥 输罪了 章语都是八宿 八七死是要八定你的 你别离开吧 章语 章语 我们会给你将军护城的 你要坚持住小语 你还这么年轻 还没有去你哥哥的门上拜祭过 不会有事的 小语 不究竟 你是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 我们又救下我亲生子 老天爷 老天爷啊 你太残忍了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 你不会把小语爷从我这带走吗 老天爷 老天爷 我错了 我错了 如果这是报应的话 就来报应我吧 是我独裁海兵 是我才能无严 儿子你醒醒吧 医生 医生 怎么样了 看一下 应该是 我们尽力了 医生 怎么样了 看一下 应该是有不如 我们尽力了 医生 医生医生医生 医生 医生 今天是历史线的时刻 腾龙公司即将正式变入 医生集团 王总的收购不仅带来了强大的企业融合 更是未来辉煌发展的新起点 下面有请王总上台发言 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我以个人名义 我以个人名义宣布 我将创立 医生基金 医生基金 未来 我的个人遗产 也将全额捐资 也将全额捐赠给医生基金 妈妈 妈妈向你保证 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论报 我都会带着你的希望和期许 坚定的收获下去 把我们的爱 勇就好了 最过来 一个人 有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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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